大家好 我是树丸工厂其王的打工人 你们亲爱的时期 最近猫猫处迷上了一款叫做原神的新游戏 天天一到休息时间就看他在那边搓屏打游戏 比名人搓丸子都还要认真 搞得我也好想去玩一下 不过玩游戏嘛 你们可爱的我呢 是肯定不会做手搓挡的 所以今天呢 就给你们安利一款我最近经常用的游戏手柄 就是这个北通的G2手柄手柄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吧 它外包装盒整体是白色的包装正认式产品图 后面是产品的一些参数 不过时期觉得如果包装是黑色的可能会更酷一点 嗨 包装什么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还得看产品 拿出来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是一大一小的两个独立包装盒 大盒子里面有说明书 长得很像U盘的一个北通左右安卓激活器 一个是独立使用的左侧人式手柄 可以更换使用的摇杆方向键 盒子底部还附赠了一根弯头数据线 可以用它激活和充电 说明书做的很简单 图文的使用说明一看就懂 摇杆有一长一短两种设计可供选择 使字键也有两种按压的手感键帽 总之呢 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小盒子里面是助于增强使用的 效益右侧手柄 左右侧手柄可以通过磁吸技术来进行收纳 吸力还是蛮强的 你要是这么甩出门别说是我粉丝 手柄的外形和弧度都遵循了人体工学设计 打游戏的握持手感都挺舒服的 圆圆的弧度比较贴合大众使用习惯 除了我们手上这款猛蓝粉和高雅白之外 还有暗夜黑和深邃灰款 那我要给大家秀一秀吧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手机装在手柄上 左右手柄的卡具这里是可以进行伸缩的 适合不同型号的手机 带着厚厚的手机壳也能夹住 如果你取下手机手柄就会自动关机 省电 装好之后的形象也是挺有看的 这款北通这套手柄呢 不会挡到手机的外放扬声喇叭 实际打游戏的时候呢 觉得有声音效果会更有代入感一些 手柄特别的开口 方便一边充电一边玩游戏 特别是使用它附赠的弯图数据线 不会卡在我的指缝里面 用起来会更射手和舒适 北通和华为荣耀一直都有合作 如果你是华为或者是荣耀品牌时的 手机呢可以实现七连几晚 其他安卓呢可以通过APP来和这个手柄连接 按键方面手柄除了可按压式的ALPS摇杆和实在按键外 还拥有三枚金键与一枚蓝牙配合键 电键采用的是机械微动开关 让它的按起来很有手感 手柄能够在游戏中设置最多九个独立键位 还可以自由设置应试按键 把九个按键设置到自己习惯的位置 打游戏的时候呢就会吃饭过贝啦 我们先来玩玩原神这个游戏吧 原神这款游戏的地图是开放式的 玩家可以切换和操控四个角色 但是他们的武器和属性都是可以绑定的 可以发挥不同的属性叠加效果 打出更高的伤害 游戏战力还是挺考验操作的 走位攻击启示 用手柄操作比弄包成戳屏画面太多了 接下来试一下手柄的红玩法 来设置一套换人属性叠加的连招困铲 先用火属性的香菱放一个火技能 然后我们切换到风属性这个角色 再次放一下技能 可以看到火焰就被扩大了 然后我们再切回火属性 整个过程我只摁了一下RT这个尖键 就完成了一键连招了 有没有很酷炫 你也可以自己发挥创意 设置专属于你的一键连招哦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和平精英的游戏画面 这边有一个一键实枪 吸气枪秒变冲锋枪 这边还有一个智能压枪 支持自动识别机械和背镜 实现良好的压枪效果 另外用这个手柄匹配到的还是手机玩家哦 实习柄着技术可以裁断装备不能按的宗旨 入手了这一台北通的G2游戏手柄 跟它来玩游戏的体验呢 感觉还是真的非常不错的 手指也不会挡到屏幕 玩久了也不会受伤 它的售价是349米 价格还是十分划算的 那么今天看一下MAR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是数完工商的十七 我要去接着玩游戏了 希望大家能多多评论 点赞和关注我们哦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来和我们联机打游戏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